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李堅 歡迎收看今天的旅士戰國 北斗 我們說年剛過完 但是很多人不想年假時候 跟大家在那邊擠來擠去 所以他是趁著年假過 開始要出去玩 但是這幾年內 不管是COVID-19的關係 或者是經濟還沒完全復甦 很流行所謂的窮遊 而更可怕的是 我們說香港 每年大概會有三千萬的遊客 但是有兩千三百八十萬 也就是將近八成是來自中國的遊客 而中國的遊客 現在流行叫做林園遊香港 林園到底怎麼出去玩 他們不但有攻略 還有方法怎麼去領折價券 而且不在香港過夜 這個是不是很像台灣語流行 就是玩墾丁住恆村的概念 當然我們說 如果說我不想只在亞洲玩 我想到歐洲去 有能力窮遊嗎 年輕人到底喜不喜歡窮遊 還是對年輕人來講 出國就是要花錢 你才窮遊 你全家都窮遊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我們的來賓 跟大家一起討論 首先第一位政治評論員周伟航 大家好 來第二位時事評論員姚慧珍 大家好 來第三位青年代表政大的高材生張正寅 大家好 OK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林園玩香港 住宿吃飯多林園 那可不可憐 這不是遊香港的 這是遊民到香港 再來我們說 小紅樹它有瘋傳 免費遊香港的攻略 那你窮遊怎麼免費 來到公園去接水 這個能理解 我們說日本有很多公園 都有飲水機 但是我們說住在什麼 住在寺廟嗎 住在所謂的收容所嗎 住15天 而且還有免費的食宿 並且省權絕招大公開 遊香港絕對不過夜 所以到底要怎麼免費吃 免費玩呢 中國人教你窮遊香港 那到底買了會購物 會花多少錢來預計 花多少錢到沒計算過 一般就參觀參觀看一看 主要的目的不是買東西 據港媒觀察 精品店不再出現 每一間都大排長龍的盛況 有商家老闆就說 人氣很旺 但買氣不怎麼樣 這樣子還算是出國去玩嗎 還真的算出去玩嗎 15天到底怎麼零元窮遊香港 這個我要先澄清第一件事情 他們不叫出國 他們是回跨區 中國人去一個香港 這沒有出國的問題 國內旅遊 這所謂的羞恥心就先放下一半 國內嘛 對 就是裝什麼 不會丟中國人的臉 對 第一點 第二點 小紅書 我們過去經常講 大家都在臉書看資訊 在現在年紀的小紅書上 看小撇步 看一些技巧 當然不見得能登大雅之堂 但是它是俗人共賞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走一些很低階 我們過去在走資旅行 這叫budget 就是 以不死亡為原則 這些基本起跳點 兼具安全與彈性 先研究不上身體 再來講這個好笑 就是只要不死一切都可以討論 好 站在這個立場出發 那它就跟各位想像旅遊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旅遊可能會說 我存了一筆錢 我出去吃好的 是 放鬆一下 欣賞美景 但是他們的這一套 未出去而出去 所以它說15天住宿免費 哪有那麼好 當然就是住到人家的救濟設施 因為在香港是多元宗教 他們以前有很多印度人 印度的那些兵會在那邊 所以他們也有席客教徒 席客教有寺廟 他們會做慈善 其中之一招待來香港 首次來香港 第一次來香港 無依無靠的人 他是宗教 你來席客教會照顧你 不一定要席客教教 只要你跟著他們一起去做一些 基本的宗教活動就好 他提供給你住宿 提供給你最基本的餐食 但可能是比較偏素食類的 咖哩類類的這一些 但是以死不了為原則的話 這就像打殘器 對 但是台灣打殘器還蠻貴的 人家錢還蠻貴的 那個席客教是布施 他是救濟設施 所以你至少 第一 你有住的地方了 有吃的地方了 陽光 空氣 水 再加上去 人又活了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 就可以在香港找到一個基地 你就以席客教教徒的核心 往外去旅遊 不就得了嗎 所以我個人認為 過去我們當然在台灣 如果你要窮有 我們有香客大樓 有有有有 這個都是一般我們推薦 都是對年輕人最便宜的 環島那些環島受不了 200塊香客大樓 注意一下大通鋪 都有 180的還有80塊的都有 但是不是免費 像這個席客教的免費 當然就會被人講說 你這豆腐是不是吃太兇 出庫出去玩不就是為了吃吃喝喝 要吃美食 因為對我來講出去玩 就是換一個地方吃飯 換一個地方睡覺 不用花錢怎麼吃大餐 還有哪些免費的攻略 是 我跟你講 像我是背包客 我這種從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就是要多少錢 我要5萬以內 我要玩三個禮拜 其實那個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住過最誇張的是一個Hustle 可能一個晚上只要7美元 在斯里蘭卡的時候 所以我已經算是 很拮据在過日子的 沒有想到看到這個小紅書 我整個傻眼 原來人家可以不用花錢 怎麼不用花錢法呢 現在整個他們就說 從去年開始 中國的小紅書非常流行 所謂的行軍事 也就是我們講說進走 其實不是進走 就是行軍事的這樣子的 特種兵 特種兵旅遊法 教你怎麼樣用最節省的方式 譬如說 他說你可以 譬如說你住深圳 你處為住深圳 你就去香港玩一玩 早上去玩一玩 然後晚上再回家稅 早上去玩一玩再回家稅 講說 蛤 這樣也行 然後再來 就像你住基隆 然後我去和平島旅遊這樣 對 那一次 或者是說 你就算在中國 在香港你要找地方稅 你放心 很多那種攻略是 晚上6點之後 你可以Chain in 為什麼6點之後Chain in Chain in之後 那個價錢便宜一半 所以他就會有很多很多的攻略 而且想說 好 你住的可以省 你吃的總不能省 這總不能行光合作用 沒有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其實 很多國家都一樣 我們台灣也有這樣 但是香港是這樣的 就是說你每個人到香港去旅遊 你可以登記一個叫做 消費券 類似消費券 餐飲券 然後100塊 那譬如說我們三個酒酒來給 那我們就有300塊 那我們可以 他就說你可以付30塊 你就領100塊 換句話說 我們三個人可以領到330元 結果他們就說 我跟你講 我去美心吃 我們這樣330元 我們可以吃每個人一大盤的烤鴨飯 然後再加上冰凍奶 有的人還喜歡喝奶茶 這樣這一餐就省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哇 既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你就真的可以連吃飯都省 那好 那你這樣逛來逛去 你總會累吧 你總要喝水吧 還告你 不用買 你在香港 千萬不要買水 很多 就這樣你只要一個空杯子 到哪裡都可以裝水 所以水費 飲料費也省了 好 就是飲料費水 那你總要睡覺吧 我剛剛講的 睡覺 那個是因為你還願意花錢 你晚上6點去那一些 所謂的6點Check in 之後有給你的旅館 玩鳥架 對 有的人是怎麼樣 他就去找一家麥當勞 他就去找一個 就是一杯酒 賣個紅魔紡 一杯飲料 可能就是一杯酒的錢 我就在那邊做到天空 那這樣子也省了 連住宿費都省了 然後最荒謬的一件事情 那我總要洗澡吧 有時候夏天很熱 你這樣整個乾燥 香港比台灣還熱 對啊 所以你沒有睡覺的地方 你就算可以在麥當勞 坐到天亮 那你總要洗澡吧 他說 你連這都不用費心 因為香港剛好在2021年 大規模的去整修他們的公廁 那公廁最厲害是 還富有洗澡的功能 所以他連 那公廁還有盥洗室 對對對 他連公廁哪裡有盥洗室 都幫你整理好了 而且還跟你講說 你放心這公廁的超級乾淨 一天打掃三次 打掃時間你還幫你弄好了 既然這個小紅書 關於香港 教你如何用特種兵玩法 竟然有204萬篇 OK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香港人 你說他們的一個 就是所謂的旅遊人數 有沒有增加 有 但是問題是 消費沒有增加太多 現在中國人已經教你了 玩香港 可以每天花100塊港幣 而且走9個景點 不用住香港 回去住深圳 維航哥 100塊玩9個景點 怎麼玩 門票都不止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經常講 以前台灣年輕人 在之前疫情前 機票非常多 因為台灣對於開發行列 出現所謂 東京快工 早上飛去 晚上回來 中間如何塞滿東西 當作高鐵 可是快工歸快工成本不低 它裡面有很多大量交通 你要趕時間 其實都是要搭車的 但是他們這個香港特工 這個特統兵的特工 他比較不一樣 他沒有說他前段 如何抵達他這個羅湖 如何抵達關口 可能是騎共享單車區的 騎到共享單車之後 過關 然後搭地鐵 還不是直接進到香港市區 離到最遠像黃大仙那種 最遠的地方下車 開始用走的 那喝什麼呢 剛剛已經講了 會有地圖標出 已經都幫你標出 哪邊可以免費取水 當然他強調 一百塊一塊工 可能還沒有去拿 剛才那一百塊的折價券 他是直接自己帶便當去的 就自行攜帶麵包 好 那他就用基本的 用腿 雙腳一路走 走到哪裡 走到九龍 天心碼頭 那很遠 對 但是一天的時間 慢慢走是可以做得到的 從星界走到九龍 頭那邊是沒有什麼問題 OK 走到那邊之後 搭天心小輪 然後去銅鑼灣那邊 一樣都是用步行逛一逛 大概該看的幾年都看了 然後搭丁丁車也比較便宜 就那個電車 比較便宜 雙城的那個 再搭到天心碼頭 另外一邊 再搭回去 搭回去之後 再往北走 走到最遠的捷運站 走到自己實在不行為止 再搭地鐵 回去關口 晚上不住 直接解決 這就是所謂 香港特工 香港快工 特種兵方法 跟習近平一樣 不渡香港 但是重點就是 第一 人有沒有活著 有 身體變健康了 有 特種兵的生活 讓你好好體驗的 只是差一個天堂路而已 好 再接下來該玩的該看的有沒有 都看到了 玩 你有看到大家一起 都很開心 這就是玩的 不見得要有購物 不見得要直接走進去 你門票可能都最便宜的 那種公營博物館去看一看 體驗一下人家大樓的外牆 也是一種旅遊的模式 所以我認為 這個當然是中國人年輕人反映出 他們真的是軟航羞舍 但是又想出去 一個所謂外面的地方 這件事面 才會衍生出這樣的女性模式 所以惠准 你是不是覺得 中國人的旅遊方式在改變 以前中國出國就土豪買 這個喜歡買 那個喜歡買 這個包包喜歡買 有幾種顏色 紅色跟白色 不要其他通通給我包起來 現在變成是用走的深度旅遊 而且我跟你講 以前 其實說在2000年以前 因為我 在不到大學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我就去過香港 那時候真的是 很多的金髮畢業的 後來我再去香港 已經就變成比較多中國的 而且因應中國旅客非常多 而且就像你講的 中國人很捨得買 什麼周大福 什麼其他非金飾店 我曾經在一條路這樣走的時候 我發現 金飾店比那個區城市還多 那想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而且 很特別的是以前 你知道那個香港有很多小店嘛 然後我們會喜歡去逛那些小店啊 或是茶餐廳啊什麼的 後來你就會發現都不見了 因為茶餐廳都在巷子裡面 對對對 因為就是那個主要的 都被那個金飾店 什麼逼逼逼逼逼到那個 然後就房租越來越貴 可是呢 我覺得這兩三年 都因為整個中國的經濟 開始下滑了一個關係 你就會發現 這就是為什麼 尤其他們就說 這個窮游市 特種兵市這樣子的 特別是在90之後的年輕人 他說這種 至少有高達這個 會走用特種兵市的 在三成 都是90之後 因為你就知道嘛 囊中羞涉 軟囊羞涉 所以就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到香港去 以前我們去香港 你還記不記得 他廣告什麼 買東西吃東西 買東西吃東西 萬象之都 而且到小時候 還有那種幻燈片 小電視 太平山 對對對 就現在都不是 因為現在 去到那邊的人 不買東西也不吃東西 就一直走 一直走 好像就是 好像就用行片 萬里路這種方式 那為什麼 其實說一句回來 就是因為真的現在 中國年輕人的錢 也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們還是想要 繼續旅遊 所以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們就說 現在統計起來 這剛剛提到了 你就說 確實來到 中國來到香港人 變多了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消費 並沒有明顯增加 有前潮 有人潮沒前潮 沒有前潮 然後呢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很多的 剛剛提到金氏店 歸門啊 竟然都開始紛紛關門 而且他們就講到說 現在也因為這樣的情況 人潮進來了 前潮沒有進來 所以導致 香港的房地產業 竟然開始蕭條 店鋪 店铸這些 也開始下滑 所以你就知道 有時候我們認為 正希 尤其是香港 在去年的時候 你知道他弄什麼嗎 他有一大堆的消費券 然後一大堆的什麼券 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來 結果沒有想到 中國人比你想得更聰明 我領你的券 但是我其他消費 我都不消費 不過我們說 這個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其實目前呢 我們說到了 你看到的 維航老師 還有我們的慧真 這都已經過手 進入財富自由的狀態 如果我們說 以年輕的朋友 我們說 正希 你們應該有在學校 有看小紅書 抖音 TikTok這些東西 那你們 你身邊的那些朋友 包括你們也是窮友嗎 還是你們讓我出國 就是要花錢 誰跟你窮友 你才窮友 你全家都窮友 你知道我媽 每年 兩百萬 正希之內 不用錢 都給我了嗎 我當然去三間房子 我跟你窮友 哇 當然就是出國 當然就是要花嘛 該花的就花 剛剛聽到說什麼 在麥當勞待一晚 然後去公廁洗澡 我真的 聽到我太傻眼 那你這樣幹嘛還出國 我們看看這個世界 長什麼樣子啊 那你這樣 跟待在台灣 我覺得沒什麼兩樣 就是你出國 你該花的就花 你就買伴手禮 然後吃當地的美食 這才會達到你出國的用意 對不對 那你們年輕人現在出國 因為像我姊子他就有 酒精那種背包客的那種 Gasco 對 就是那種 清廉旅館 清廉旅館 OK 然後我真的去看過一次 你知道嗎 就是一折以洗 一折以憂 憂的是這種地方能住人嗎 洗的是 哇 來住的怎麼都那麼漂亮 對 哇 我跟你講 那個清廉旅館才熱鬧 真的 真的 你知道後來 我姊子在裡面增加一套設備 你知道嗎 那個設備是大家都喜歡的 電動麻將做 哈哈 我說你不是出來玩的嗎 打麻將在家打就好了 所以你們年輕人現在 呃 你身邊有那種 就是窮遊 已經窮遊上癮了嗎 因為我現在周遭的朋友都還是 就是會捨得花 當然該省的還是會省 但 就是你說吃素那些 也還是會 所以只要是合理的 就還是會給它花下去這樣 你們說的捨得花是 反正我去到那邊 捨得花爸媽的 哈哈哈哈 老婆 我現在發現可能 呆安區三間房是真的了 我們這麼講 就是因為 OK捨得花歸捨得花 比如說我做攻略 這個東西 我應該在這邊吃比較便宜 而且日本有很多的 那種口碰券嘛 所以你們是會做完這些攻略 再去還是我到那邊 我心知所向 我走到哪裡 老娘看到哪裡 買到哪裡吃到哪裡 沒有 當然事前做功課還是會 就是可能像買什麼周遊券啊 或者是什麼避開旅遊忘記啊 這種就是事前的功課都還是會做 就是以最少的錢達到最大的效果這樣 那也是窮遊啊 但香港那個太誇張了 就是老娘可以窮遊 但是我不能這麼窮的窮遊 OK 聽說我們說年輕人出國出去玩得很正常 但是這幾年台灣人 包括你看旅遊頻道也好啦 或者是一些新聞報導也好 你看到的大概就是日 韓跟泰國 那如果我想出去玩 我也想窮遊 但是我不想去日 韓 泰國還有其他地方嗎 當然啦這陣子 最出名的當然就是越南的富國島 OK 你可以被丟包在那邊 你明明只花五天的錢 在那邊玩了九天 OK 這個一樣的錢兩倍的享受你知道嗎 當年我老婆跟我交往的時候 你怎麼男朋友那麼棒 我老婆說你懂什麼 一樣的錢買幣啦 你也要買大罐而已 但是我們說越南菲律賓大家比較熟 這幾年興起的其實是去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他們這個 土耳其的貨幣其實有貶值滿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去土耳其很划算 帶著妻子在土耳其市中心散布逛街熟門熟路 圖身圖長的土耳其人吳鳳這次換要帶粉絲 由土耳其 4月29號吳鳳在臉書上發文宣布暑假將跟旅行社合作 推出土耳其旅行團 消息一出後讓不少網友興奮報名 網頁甚至一度癱瘓 但也有網友對11天11萬元的土耳其旅行費提出質疑 認為漲價漲太兇 表示疫情前只要4萬元 不過吳鳳也親上火線回應 表示4萬元是天天刷屏的行程 還說最近機票貴 妹妹來台灣機票就要6萬多 土耳其橫跨歐亞 景之優美人文歷史豐富 達人帶路11天11萬元到底合不合理 跟其他旅行社相同天數行程比較 一樣暑假直飛 兩段內陸航班 踩點行程也雷同 但五星飯店少住一天的話 定價約8萬元 再加上資費行程總價約9萬元 這個行程應該就是市場上面一般大致上的景點都是這樣子 市價的話我想差不多8萬 8萬至9萬左右 可能就是要看消費者他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假設消費者他是為了 去不了歐洲古堡至少要伊斯坦堡 只要不是當天來回都好都好 只要邊境大門一打開啊 大家拉長耳朵伸長脖子 都在問歐亞交界的土耳其 愛的是他貨幣里拉大扁 愛的是他邊境管制放鬆 不需要PCR或快篩證明 讓你說走就走 那再來歐印度去看什麼太基馬哈林 去看一下佛祖到底在哪裡得到升天的 還有如果你要去歐洲 捷克 匈牙利跟保加利 而最近新興出來的是尼泊爾 大家都知道尼泊爾大鄉對它的開銷會比較省 但是環境還OK嗎 尼泊爾號稱是全世界心靈最富足的國家 所以如果你要去東南亞玩以外 你要去歐洲甚至你去尼泊爾 它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如果我只有兩萬塊 輝珍 我跟你說 你這幾個地方 越南跟土耳其 我還真的是用窮遊的方式去玩過 你不要想說其實越南不會很貴 因為你如果是提早買機票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說我們是有搭那種聯航 你要常常去看 譬如說像會設定 它只要價錢 譬如說我假設五千塊 它如果低於它就會通知你 所以你要不斷地去 然後根據我自己個人經驗 你只要提前大概兩個月之前 就開始測費的話 你會減到便宜 然後航空的機票錢 你就是什麼 有人是紅眼航班 什麼航班 你這邊就會比較一般的 一般的就找出晚貴那種 還要來便宜一些 再來就是說 其實越南是這樣子 越南它有非常多的青年旅館 但它的青年旅館有一個問題 它們棉被或是斬頭套好像沒有很長 但是有時候是這樣 你看你要選擇什麼 要有勇氣挑戰 像我朋友會習慣自己 自己戴一個一層套的 像是木乃伊就鑽進去自己的 用慘寶寶 然後這個是我的 其他可能還是要先消毒 但是確實在越南當地吃飯 各方面很便宜的 我在越南一天的伙食費 如果你真的假設你真的是要控制的話 你可能真的是一百塊一百五十塊 你就可以一整天是沒有問題的 台幣 對 可是你知道越南什麼東西很貴嗎 什麼東西 我們台灣的手搖椅 我那時候在胡志明市的時候 我嚇到 他們的手搖椅 你竟然賣到台幣一百五一百八 差不多全世界都這樣 我想說手搖椅那隻貴 它其實是一個奢侈餅 不要我這樣講完 大家中午我們大買一大杯手搖椅 不要這樣 所以在越南很有趣 你去他們的一般喝他們越南咖啡 或吃他們那種河粉 其實很便宜 再幾十塊就有了 而且我覺得東西還蠻好吃的 然後他們其實說大樂 現在我們就主要在講大樂那個城市 大樂這個地方其實是海港 它是在越南的中部 我之前本來有一次要去 這不是有流行去縣港 不 縣港 對 縣港跟大樂其實就在附近 它都是在越南的中部 那是一起的 那是縣港那個部分它就是海港 那海港事實上有很多可以吃的 然後海鮮這個部分 也是相對來講是便宜的 所以其實在越南旅遊我覺得比較起來 你知道什麼是麻煩嗎 就是有的是它的中間的交通 因為像我 越南是狹長型的國家 對 非常常 然後所以中間你只能去搭那種 所謂的小巴 那小巴的話你就只能到當地 他們那一邊 他們就是有那一種旅遊團 那那一種沒辦法 你就是會被人家說 所以我覺得在越南旅遊當地旅遊 反而最貴的是它內陸這個部分的一個交通 不然的話你說吃啊住啊都非常便宜 住的便宜的話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你搞不好怎麼兩百塊五百塊一個晚上 其實是有的 土耳其是這樣子 它如果是到你的伊斯坦堡的時候 事實上它住宿是相對來講比較貴的 但是你往南部走的話 其實就相對來講住宿沒有那麼貴 可是其實在伊斯坦堡它有新城跟舊城 我有去住到就是那一種還蠻新的 可是你就是它是在新城 那你要真的去那種觀光區的話 你還要坐船進去的那一種 那一個晚上其實我是住單人的 如果說是在那種Hustle的話 你要選單人房也有在一千塊起跳 可是就像你剛剛講的 一個床位一個就動 就是那個一個床位一個床位 不要看那個三五百塊而已 那個就很便宜嘛 很多香咽刺激 很多艷遇 就是有遇過 對像我去住 我最小遇過小我大概快二十歲的人來把我 然後我到最後 小你二十歲不就剩八歲而已 你認真 那不我講的是三十年前的故事 沒有沒有 所以到最後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決定 而且那一次好像是在越南 然後我就決定公佈我年紀 結果對方說沒關係年紀不是問題 OK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這一種住青年旅館 很多故事就會在青年旅館發生 OK 那如果說我們不想去東南亞 不想去南亞 因為其實很多台灣人 他去東南亞去南亞 他們比較怕是腸胃有問題 OK 那如果我去歐洲咧 維航老師 四萬塊也可以到歐洲去玩 你要找便宜大概就捷克啦 基本上夠先進 但他因為人少 他的觀光點比較偏向這種輕鬆游的 所以去捷克可以 而且他的住宿相對比較便宜 東歐越往中歐東歐去越便宜 再來就是修亞利非歐雲區 他就比較沒有受到通膨的衝擊 而且他就遊走在烏二戰爭之間 遊走在兩大陣營中間 所以他的物價真的比較有壓下來 他基本上有建築有舊成布達佩斯 可以去看 再來就是保加利亞 這個歷史古國 要好好做功課 還有非常多歷史古蹟 你想像得到的 想像不到的 像什麼羅馬競技場那些東西 那個義大利式的東西其實都有 他們那個門票都很貴 那個就是你自己要去想辦法 找到特惠方案 我沒有叫你裝成當地人 但是聽你想到 好的 人家沒有叫你要裝當地人 沒有叫你裝 Forener就是Forener Price 外國人價格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研究做功課 找到一個最便宜的 比如說特定的節假日 怎麼樣去安排行程 重點是住宿費可以壓得比較低 但同樣的還是要跟各位講 歐洲都是歷史古國 旅館通常有點年紀 所以你不要期待 水會冒出來嘛 沒有乾式分離 沒有乾式分離 要被在地上擦地板 但重點是牆不會倒下來就倒了 以活著為原則 安全第一啦 去到哪裡其實都是安全第一啦 因為怨慾的反過來有時候是騷擾嘛 所以各位去了安全第一 注重個人的隱私 該藏的錢要藏好 全世界可以拿著手機在街上走了 大概就只有台灣而已 那我們來問一下青年代表 我們說陣營 你有跟同學或是怎麼樣 你們一起去比如說當背包客 出國去自由行過嗎 還真的有過 你們去哪裡 去日本 去日本 日本哪裡 日本那麼大 日本可能東京大阪這樣 比較大的城市 那我們剛才提到那麼多小資旅 你們出去是 因為剛才有聊過 但是你們會堅持是要走小資的路線 該花就花的小資路線還是 就喜歡嘛 喜歡就買嘛 反正卡是媽媽的就先刷嘛 回來再解決嘛 一樣就是該花了就花 然後如果真的抽出自己的預算 那就可能真的就是爸媽對不起 卡借刷一下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們住哪裡 比如說你們自由行你們住哪裡 自由行我們 有驗譽的親人旅館 我們會找民宿為主 對 民宿的話 就是可能大家就學一個房間 然後那個費用評分下來都還算合理 對對對 所以如果像你們比如像你的學生 你們要出國去玩 你們會選擇自由行還是跟團 自由行 自由行 你們跟團過嗎 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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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你們年輕人的想法就是 老娘寧願自由行 然後在那邊找不到路 困在東京火車站 哇 這邊要去哪裡 但是我不跟團 對 就是自由行比較好控制我們的預算 然後也可以真的可以感受到那個國家的氛圍 自由行哪會比較容易控制 會超出預算碼都自由行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是 自由夠 沒有 我跟你說 因為日本我待過一個月 然後呢 其實像他剛講的就是說 譬如說像你要出去之前 你就要在台灣先買賺 就是那種JR Pass 就是你那個 朋友券 朋友券 因為有的券是只賣給外國人 所以你要在台灣就先買 然後像那個 他們年輕人喜歡用那種KK Day 譬如說你去那一個 那叫什麼 那個東京的那個迪士尼 你要先用KK Day 然後就可以比較便宜 然後有的是 就是這些錢其實是 他們年輕人比較會省的 那我們說年輕人自由行的過程當中 像你 比如說你們去大阪 去東京自由行 你印象最深的 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們要去迪士尼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在 想要確定說 搭這條地鐵到底對不對 然後我就隨機找一個日本人 然後看 他的樣子就看起來就是學生 我就想說 日本學生一定知道迪士尼怎麼去 然後殊不知我問他 就用英文問他說 請問就是 那個搭這一條地鐵 是到迪士尼的嗎 然後他在 嗯 我就想說 英文應該還OK啦 可是我想說 為什麼他會考慮這麼久 嗯 我在想說他是不是真的是 碰到外國人可能真的害怕 或是他真的不知道 嗯 所以到後面我們就是 就好吧如果你不知道 那沒關係 那我們去找其他人或什麼的 嗯 然後我們就剛好看到 也有一群可能台灣人 也是要去迪士尼的 所以我們就跟著去了 嗯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對啊自由行確實說 你會冒著說 可能會迷路的風險 但這也是可以促進 跟可能當地人交流 或是一些旅遊的趣事這樣 OK那好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會選擇 一樣是 比如說 我在國內我可以玩得很舒服 還是我要窮遊 小資遊 出國出去玩 嗯 嗯 因為台灣其實大概都玩便了啦 因為你說從國小到高中 畢業旅行都是玩台灣 就三六九嘛 對 建湖三六五村九族文化村嘛 對啊 就其實該玩的 就上車睡覺 下車尿尿停車買藥這樣 對啊 就該玩的都玩過了 就是想說出國玩一下 還是你覺得差別 就是我在國外打卡 我會覺得我很厲害 在國內打卡 就啊 欸 那你講話不好玩 你知道嗎 好啦 對啦 就是現在 虛榮 虛榮 對 那就是現在特許媒體啦 你已經本來就要多看看事情啦 對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喔 這其實也是 因為我們自己是這樣玩出來 我倒是建議年輕人 你要多做功課 第二個 像我剛剛不是說在越南旅遊的 是那個車費很貴嗎 你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女生喔 多帶種 她就覺得車費很貴對不對 她竟然你知道 她這個小姐多厲害 她租了一輛摩托車 嗯 從北越 一路向南騎 哇 這個厲害了 而且她超級好笑 摩托車花了150塊還是200塊 跟一個老外買 摩托車就是那種 就是也是爛爛的 可是還能騎 她就一路騎 一路騎 然後呢 就騎到 比如說騎8小時 騎小時 欸那一兩千公里欸 你知道這東南亞會騎騎 就沒有路了嗎 有 她就遇過 她有一次騎騎騎 欸這應該要有一個村莊 怎麼沒有村莊 後來到晚上9點多 10點多 到了一個鳥不拉姐的地方 然後就進去住 然後還好有房間 其實就整個一個 那個所謂的青年旅館 就通鋪那種 只有一個人 結果後來晚上 還好她有鎖門 有人就一直敲門 然後她就 摩托車也是像我這個差不多 那時候她已經快40歲 她心態也沒在怕 她說你是在撞什麼小朋友 反正就是類似這樣 結果她最有趣的是 後來她騎到了胡志明之後 她又用大概六七折的價錢 把那台摩托車 再賣掉 對 所以她反而 她就變成是 她所有最貴的這個車程 她又省下來了 你第一天不買 來就撿一個面子給你看 然後你第二天再不買 你不能出去 你們是出來玩的是吧 你們出來玩你們不買 不買我是吃什麼 開始一直把 然後就說你們如果這樣的話 我可能打不到業績 我打不到業績 我可能沒有工作 就像你講 請勒 如果你要做自由行 小自旅行 其實出國做功課真的很重要 那因為 我們常去日本玩 因為畢竟兩個小朋友還小 日本相對比較衛生比較安全 結果也是我做功課 在京都有一間廟 哪一間室我們就不講了 反正它有一個洞 號稱叫智慧洞 就穿過會有智慧 結果你知道 你去日本玩 你遇到台灣遊客通常會比日本人還多 對 OK 就 你講說 我跟你講這個是智慧洞 穿過去會有智慧 你告訴我 哪個有智慧會穿過洞 這樣叫有智慧 OK 那當然其實如果要帶全家出去 有時候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小自有 因為畢竟要在乎大家人的想法 所以 維航老師 去東京帶全家可以小自有 六萬塊有找 六萬塊有找 當然這必須經過仔細的設計 我現在從前面講起來 因為很多人其實從學生進入上班組 然後開始生小孩 結婚生小孩 旅行性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然 學生的時代就是盡量成本壓低 我只要人到了欣賞精神體會 比較重要 這種事情我們年輕人有一段時間是幹過的 但是等你開始有收入之後 不是就說要浪費 而是因為你是家人去 不是每個人都有像你這樣子的這種 對於旅行的體驗能力 就是接受折磨的能力 所以特別是有家庭都是小朋友 那我太太年輕的時候 是我跟我在自助旅行社團認識的 他是國內首屈一時的自助旅行者 那他那時候就有一個想像 如果生小孩的話 他把小朋友背在背包上 就像國外看到的 那些自助旅行者一樣 繼續在全世界闖蕩 但實務上 結婚婚座有想來說 一個小小孩 沒有 結婚婚座是你背在身上 然後他玩得很開心 你要把小孩弄到飛機上去 讓他安安靜靜的搭完旅程 夠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也是到小朋友一歲以上 比較能夠控制 才帶小朋友出去 所以很多家庭也是考慮會不會吵到別人 我覺得這個心態是好的 第一個 小朋友的狀況要顧 再來就是 因為有一個小朋友很容易會累 年紀越小 需要睡別越多 所以不建議像你年輕人都搭這個車子 盡量坐 就是比較既定的 不管是你是叫那種包車 或是叫計程車 或是自己開車自駕行 我認為有一個自己小小空錢 可能你會更方便 多花一點錢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你說要去日本東西可不可行 一樣時間點 別人回來的時候 別人不出去的時候你出去 就會便宜 假不要這個就是那麼摳 該請就請 請在一個別人都不會放假的時段 價格一定低 禮拜天的旅館特別是在日本 禮拜天平日 你就是禮拜天 長城的那種觀光旅館會比較便宜 如果是平日的話 那種商務旅館會相對比較貴 因為他們會有三百種 可是他們假日會便宜 你就自己去進行這種時間點的搭配 越早去訂票 通常會越便宜 不過如果你說出國出去玩 然後大吃大喝 還要瘦咧 有一個行程推薦你 來 我們到越南的富國島 OK 讓你花五天的錢玩足了九天 但是吃跟喝咧 我們並不包 尤其是回來之後咧 我們突然才發現 原來如果是發生因為旅行社 跟當地的旅行單位 所發生的財務糾紛 你的旅遊不變險 是不理賠的 那當然如果你打開網頁 很多比較網裡面 會比出一些最便宜的團 一樣玩釜山 一樣玩首爾 一樣玩東京 一樣玩沖繩 為什麼這一團要三萬五 那一團只要八千塊 甚至六千九百九十九 它一定有貓膩 那我們說呢 台灣人去韓國的釜山玩 團費一萬五千塊 這非常便宜 嚴格說起來 如果你不是做聯航的話 機票錢可能都不夠 但是問題來了 第一 強迫購物 購物的行程很多 再來呢 導遊呢 進行情緒勒索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低價團有哪些陷阱 日前卻網友跟團去韓國釜山時 竟然遇到被關在購物站小房間的狀況 這名網友在臉書社團發文 標示12號13個人跟團到韓國釜山玩 五天四夜行程 每人團費約一萬五千元 一開始行程都很順利 導遊也很親切 第四天購物站行程後卻變調 到了賣保甘藥的購物站後 就被關進小房間 原PO燒費28860億元 買了四瓶還不夠 導遊還要大家一起買滿15瓶 讓他氣得上網發文抱怨 雖然他不會 但是你要看清楚 你選擇的是什麼樣的團體 事前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知道這件事情 旅行社業者提醒 跟團行程絕對要看仔細 才不會開開心心出國玩 卻憋出滿肚子氣 所以啦 其實一分錢一分貨 你要花這麼多錢出力去的 那當然問題就會比較多 但是低價團內 到底有哪一些 我們碰不得的陷阱呢 會者 是 其實這個新聞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有人去玩回來之後 玩了一肚子氣 本來是覺得說我們要去撿便宜的 你看五天四夜竟然只要一萬五千塊 這真的是非常便宜 買了小費 怎麼做貨 對啊 就心想說我撿到便宜 結果後來沒人想到 哇塞 惹上麻煩 為什麼惹上麻煩 去到當地之後發現 哇 一天的旅遊 竟然有三個景點 全部都在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 那你心心想說 那好啊 那你shopping 你帶我去 我不一定要買吧 現在情況來了 你第一天不買 來就給我一個臉給你看 然後你第二天再不買 你不能出去 你們是出來玩的是吧 你們出來玩 你們不買 不買我是吃什麼 你們好意思嘛 就開始一直買 然後就說你們如果這樣的話 我可能達不到業績 我達不到業績 我可能沒有工作 就像你講勤勒 然後用勤勒的方式 說個倍啊 你繼續勤勒 勤勒到後來重點是不是 你不是放我們走欸 不然哥 你有沒有遇過 出國遇過低價團的狀況 這個低價團 我本人不跟團 可是我們出國自住旅行 我們會去買當地的local tour 當地旅遊 這個呢 我們以前窮遊嘛 要比啊 要比價 雖然最後出城都是抽成一團 這一條街上問 我們在泰國的咖喪肉問 總統問到尾 從350 一路問到220 一天220喔 220台幣左右 因為泰豬跟台幣 差不多可以等 220 含吃 含車 去大城 阿唐他 來含所有門票錢 有夠爽嗎 沒錯 我上課之後 我問隔壁日本人 你多少錢買的 他說他180 我想 好 去到那邊 真的 中餐 烤雞 空心菜 吃到飽 現場兩隻雞 一直轉 你就一直吃 很棒啊 真的太爽了吧 接著來 終於到阿唐他亞大城了 實際上 他是怎麼讓你進去景點參觀呢 來來來 這邊有個山洞 鑽過去以後 就是大廟了 OK 每一個景點 都採取特殊的突破方式 這個旋轉門 他平常只能轉出來 我讓他可以轉進去 就是以這種方式 好 那當然他有沒有勾行程 有 不過那個導遊 也是很好 他不是所謂海歐型 什麼叫海歐型 因為有一個動畫 叫海底總動員 裡面有一個海歐就一直 買買買買買買 他不是這樣 他只叫你說 想買什麼就買 那最後面他妥協了 因為所有都是窮流的 是 你看我看 他說 你點個一杯咖啡 咖啡被送你 也算是買了 所有人最後出來都拿了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50吧 一試一試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真的太便宜了 你沒有跟過團嗎 沒有 那你會想去跟低價團嗎 假設我是你同學 陣營我跟你講 你知道現在玩東京 七天 七天只要一萬八千八 OK 然後比如說寒假的時候 要不要一起去 行程先來看一下 就你知道 你看我幫你找到一團 這個十九幅的旅行團的有沒有 你看他都一樣喔 對對對 一萬八千八你看 他這個四萬九千二 你要不要去 你去我就跟你去 哈哈哈哈 這個要騙他去柬埔才不容易 對對對 長輩可能很直接 他不爽跟你講 不爽的情緒在旅行 那這麼難吃啊 他會不斷地 吃他的八義 我就不吃生了 如果你覺得你沒辦法 做好一個導遊的任務 那就交給專利的來做 對 其實我常常認為 自由行人不要太多 尤其是因為你自由行人太多 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根本 光是吃飯 你可能訂不到這麼多的位置 而網友票選出來 我們說自由行十種最雷的伴侶 第一不做功課 意見特多伸手牌 重點就是 我們今天要住 我們今天要住 都可以啊 都可以 我們去哪裡 不要 不然我們不要去海邊玩好了 你知道那邊有一家什麼 50樓的咖啡廳 然後可以坐滑輪 50樓喝咖啡 你不知道我不能喝咖啡嗎 我不喝咖啡 我喝咖啡就過敏 那你家不是有咖啡機嗎 那不重要啦 他是基金買的啦 我不喝咖啡啦 OK 就他什麼都不做 但是你給他之後 他還有意見一堆 然後再來東西丟東丟西的 狀況特別多 大家都已經出發準備去機場 我行動店還放在飯店 然後再來 我們說出門準備好久了 這個是很多人的通病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超級省錢控 你把它翻成白貨文 它叫不合群 對 就那邊有一家豬排飯 200年前就開了 我跟你講那邊太貴了 我跟你講我剛才Google了一下 旁邊那間 它那個豬排飯1300 那間才760 然後還有咖啡 超級完美 這個是最討厭的 走到哪裡就一定要打卡 大家這個菜上來 等一下手機先吃 有沒有 你的手機是有側讀的功能嗎 為什麼都要先掃一下才能吃呢 然後到每一個地方 還就是不斷地拍照 尤其最討厭的是什麼 他拍完照之後 他還會修土 而且只幫自己修 像這樣子的閨蜜 這樣子的好朋友 你還會跟他一起出去玩嗎 或者 我跟你講我自首 我有幾個 蠟動蠟溪 你知道我曾經最誇張 我跟我高同學一起去 我們去到 好像也是越南還哪裡 馬來西亞 但我掉太多東西了 我曾經人已經到機場 而且是半夜 就是我們那五六點的飛機 我們要飛另外一個國家 就我們已經搭計程車 然後已經到了機場 到機場之後 我發現我最喜歡的一件毛衣沒戴 就我毛衣外套沒戴 然後我朋友就翻百夜 就說 那就算了嗎 那一定很貴嗎 我說他沒有很貴 可是我很喜歡他 然後你知道後來發生 那種人最討厭 沒有很貴 你很喜歡他 你的感情要用價值來衡量嗎 好啦沒有 你聽我說 後來你知道我集中生智 你知道後來怎麼解決 我打電話到那個飯店 他們找到了 我說你讓那一個毛衣 坐計程車過來 對 然後後來就坐計程車過來 然後我大概花了快一千塊台幣 維安老師 像你常帶家人 尤其是帶長輩 帶長輩 自由行不方便吧 你不要整看伯公團就好 這個我建議啦 還是如果實在沒辦法出一台車全部載上去 你要分散手 要一起打車 大火車 上火車 轉車 旅館 還要一一check in 一一分配住房 去這邊這個肚子餓 那個要吃藥 要什麼 你這樣子 是不是在做執行一個導遊的業務 如果是那 你還不能說小費 專業的導遊來做 專業的做得更好 所以這就是很多人說 不管是跟多長的長輩 有時候長的幾歲也是長輩 不管是怎麼樣 如果你覺得你沒辦法做好一個導遊的任務 那就交給專業的來做 這是不破的定律 為什麼人家做了 他知道怎麼逃長輩歡心 而且他是個外人長輩 不敢這麼直接的抱怨 那你自己是 如果是自己家人長輩 可能很直接 他不爽跟你講 不爽的情緒在旅行 你怎麼不吃啊 他會不斷地累積 我又不吃生了 這個我又不吃烤的 那是要怎樣吃蒸的 所以這個國外沒有爭認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很多人都覺得在家裡相處沒問題 出去也是一樣 錯 根據我們旅行的經驗 旅行都是放飛自我的時刻 你也許不飛 長輩飛得比你更遠 所以出去 如果除非你已經確定了 根據一些國內小旅行經驗 這個長輩很好相處 不會抱怨 為什麼吃什麼 去哪裡走多累 他回來頂多咳嗽兩聲 不會抱怨什麼 這可以帶去 除此之外 你要盡孝心 就多花一點錢 讓他去參比較好的團 我認為這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來來來 青年代表 你跟同學閨蜜一起出國去自由行過嗎 有有有 那這些行為你犯了幾樣 我不是問你的同學 你犯了幾樣 你知道我一直以為我自己是一個非常優良的旅辦 那我看到這個排行之後我就發現 完蛋了我上榜了 來來你主要哪一樣 沒有公主面 但有公主片 照片 照片 對 照片照片 真的就是我們一起 一群人出去有男有女 那你就可以想像那個男的有多可憐 就是一群女生光一個點就拍了好幾張 然後你又要輪流 然後大家又要看說 剛才拍得好不好 不好再拍 我眨眼睛了 對對對 就要再拍 所以真的 但我 但這個也不能說很累 就是男的出國 大家都想要留下好的照片 所以這個情有可原 你在那邊情有可原 回到機場一出關就吵架了 你會跟你媽 你爸出去自由行嗎 有出去過 有出去過 經驗怎麼樣 但真的就是 對對對 你朋友應該有跟他爸爸媽媽一起出去自由行嗎 有 你朋友的情感怎麼樣 對對對 我朋友 對對對 你朋友 我朋友跟我說 就是 就是跟父母出去 當然一定會遇到這些狀況 但就是說 你不能生氣 你沒辦法生氣 不動不動啊 對啊 你知道不要生氣啊 還有一本書叫佛陀教你不生氣 可是我就真的生氣了 對啊 貪嗔痴慢疑 我都有啊 對啊 然後你就是跟一群老人出去 然後你又是裡面唯一的年輕人 所以等於查任何東西 安排任何事情 就是交給年輕人去做 那你就想那年輕人壓力有多大 然後又不能跟這些長輩生氣 那我常常跟我的學生講 跟年輕朋友講 就是如果你是在讀大學的 大一大二不要打工 你好好的玩 認真的玩 努力的玩 當然除非你家裡的經濟狀況 有一定程度的需求 那什麼時候去打工 大二生大三那一年的暑假 再加上大三那一年的寒假 還有大三生大四那一年的暑假 我幫你們算過 加起來大概有六個月的時間 再加上加退選 大概有七個月的時間 你拿去做一個全職服貸的工作 你大概可以存 省著你用 你可以存十到十二萬 大四那一年的寒假 你可以送自己一個告別青春的畢業旅行 OK 你或許三五好久 或許自己一個人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去歐洲十幾萬 我回得來嗎 其實我都跟做做準備自助旅行的學生講 當你出去自助旅行的時候 記得在你的行李箱裡面放一個碗 在不行的時候 你就蹲在布拉格城市的門口 然後跟他們講 你come from Taiwan I need some help OK 女士戰國Faito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明天見 謝謝大家 拜拜 升級並且 CEO 我們收看 再見 按讚 請 im